说近日江苏苏州嫌疑人赵某带着家人来到手机店 在等待他们挑选学习机的空档 一个人在柜台前徘徊 将一个展示的蓝牙耳机偷拿到手里 然后驾着自家的高级轿车离去 赵某惨言自己是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 有足够经济实力 完全买得起这副耳机 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体验一把占便宜的感觉 这位赵某你这是病得治啊 说5月11号重庆的一个新手爸爸抱着自家宝贝时 双手僵硬浑身紧张 抿着嘴儿不敢呼吸 走路都自带缓冲 轻轻将宝宝放在沙发上 妈妈说爸爸拥有小棉袄之后 抱娃时全程就像爆炸弹一样 抱着哄睡都小心翼翼的 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宝宝 这样奇奇怪怪又有点可爱的爸爸 只怕我们身边都有吧 说近日山东滋博 毛女士报警称 她车库里24瓶茅台酒被盗 价值大约7万多元 民警调取监控发现 案发凌晨 两名男子翻墙进入王女士小区 行迹可疑 随后将二人抓捕归案 二人交代 他们听说该小区很多人都把酒放在车库 通过挨个绣纹定位到王女士车库实施盗窃 有这鼻子干点啥正事不行 梅香师品酒师了解一下 说5月10号福建福州 林先生晚上和朋友喝酒 喝醉之后展示了清醒时做不到的技能 把自己挂在储炉柜上睡了半小时 朋友看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拍视频 留证据 然后才把他拉了下来 爬那么高没受伤 就是醒来之后脖子挺疼的 林先生说了 在家喝醉了又不用顾及什么 以后照喝不误 林先生 您确定自己清醒了吗 说5月7号湖北实验 犯罪嫌疑人冯某将一个女子拉进公厕实施抢劫 转账未成便抢走了女子手机 冯某作案之后十分后悔 就把手机归还 又添加了女子微信 邀他吃烧烤 求原谅 希望能死了 受到惊吓的女子拒绝了冯某的请求 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报了警 目前冯某因为涉嫌抢劫罪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真是又怂又不老实啊 但是知道害怕后悔 总算是强过执迷不悟吧 呀 下月